马华总会长WC魏家祥指出 拉大部署于马华也不是马华党产 对此民主行动党霹雳州宣传秘书张哲敏提出了许多论点 反驳魏家祥并发现拉大信托局主席的职位 一直以来都是由马华总会长出任 并且代代相传 也是金宝克兰芝州议员的张哲敏表示 魏家祥一直阐明 马华没有垄断拉大董事局 并强调拉大信托局才是掌控大权的机构 拉大所有的资产和支出项目都是通过该机构的批准 他指出 目前的拉大信托局是由八名成员所组成 但是里头的成员全部都是由马华领袖所出任 而且不难发现 根据以往的冠例 主席一职是由马华总会长魏家祥本身出任 这就足以证明 马华在整个制度上牢牢控制了拉大的拥有权 和直接影响拉大的行政权 不但如此 拉大教育基金会15名具有投票表决权的成员 也同样是由马华领袖出任 张哲敏促请魏家祥解释 这15名在拉大教育基金会的马华领袖 到底是代表他们个人还是代表马华 这些成员是凭什么标准被领选为拉曼大学学院的信托人